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最近太忙了 甚至忘记了今天啦啦队员上线过圆服了 赶紧上线搞一期 我前几天看过爆料 好像有点厉害啊 哦 元气少女 手持两个花球 定位是辅助和牵制 第一个外在的者 鼓舞 充能型技能 冷却30秒 充能50秒 最多存两个 使用花球鼓舞自己 4秒内增加70%移速 结束之后降低40%移速 持续4秒 诶 这个技能有点眼熟哦 不能说是有点区别 只能说是一模一样 第二个特质是振奋 冷却时间50秒 指定一个小伙伴进行振奋 减少队友20秒冷却 对自己使用呢就减30秒 毕竟鼓舞CD就是30秒 是可以连续使用两次鼓舞加速的 牵制转点还是很不错的 第三个特质 激励 就有点复杂了 拉拉队员选择附近的队友 进行激励 就在他旁边跳拉拉队操 每次较准呢 就会提升一层激励啊 消耗5层呢 会获得一个1.5秒的移速加成 结束之后 0.5秒内会降低50%的移速 哎呀 我就觉得他这个加速 怎么都是这个样子的呀 当队友倒地啊 可以在3秒内 使用28层激励 也获得小心脏 恢复一半的血量 并且获得1秒的50%移速 是不是听起来很强啊 第一次复活消耗28层 第二次复活消耗38层 第三次一战就43层 乘速点满时间需要40秒 当队友和拉拉队员 距离大于23米 乘速呢 就只能保留10秒 也就是说 拉拉队员要近距离 陪保将近40秒 在激励的过程中 是可以震伤交互的 这个陪保能力还是很强的 对于监管者来说 还是很难受 你要么打他 被追那个人跑了 你要么让他跳完 目标有了一次小心脏 都不好处理 感觉这个后期可能要调整啊 不然辅助和牵制能力 太强了 最后一个特质 是降低密码机10%的速度 无伤大雅 那么以上就是 这个求生者拉拉队员的实战了 大家觉得他的强度 属于第几梯队呢 欢迎在评论就论 LU